好,接下来我们看高一的理科班课本第一章 那这里就有一个图 就比如说我们的MAP里面 有一个奇形怪状 就是形状怪异的一个图 那如果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图 又不像一个真正的三角形 又有点歪 那我们要怎样去计算这个面积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件是安顺三名课中的校园队形图 然后要怎样来找出他实际的面积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新课本他会有这样子提出一些问题 让你自己想一下 上完了课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上到课里面 想到解决方法 来把那个面积给找出来 好,那这边 我们先讲一下直角坐标系还有直线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目标 要计算线段的一个定比分点 坐标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公司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学习重点 这边有一个公司去找那个分比 这个什么定分 定比分点 还有的就是如果我有多变形的顶点 我们要怎样去找那个面积 这个也是一个公司 还有的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邪率的定义 邪率是什么 邪率的这个也是他的公司 要怎样找呢 也是有一个公司的 然后如果我有了邪率 我要怎样去找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还有呢 如果两条线呢 是平行 还有垂直的话呢 他会有哪一些条件 两条直线的位置上有什么样的关系 最后呢 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 要怎么找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 比较懂的东西 一点一直角坐标系呢 在初中其实有学过了 我们是用这个蒂卡尔坐标系 它是横轴为X轴 重轴为Y轴 右上角开始 逆时针旋转 右上角为第一向线 左上角为第二向线 左下角为第三向线 右下角为第四向线 所以都是从正正这边开始 然后呢 逆时针旋转 OK 然后包括了 等一下实现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 上到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也是用这个顺序的 也是用这样的顺序 我们先讲一下 所以这个坐标呢 我们在初中其实有讲过 如果是位置的话 我们是用序偶来表示的 什么叫序偶 就是它有前面一个树 都号后面一个树 对吧 所以前面呢 是代表它横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 重打直的位置呢 就是后面的那个树 所以徐堂练习 这个非常简单吧 好 请你找出它在第几向线 复五 复五 复五二呢 应该是在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 我请一下 有时候他们会用这个 这个是什么数字 然后六复一呢 是在第四项线 第四项线 复应该是第三项线 这个问题来了 灵气在哪里 都不是 灵气呢 它是介于两个线之间 就是灵气应该是在Y轴 然后呢 它是在第一跟第二之间 对吧 它就不属于任何项线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有一句呢 是没有答案的 不属于任何项线的 OK 这个是1.1的部分 非常简单 旧家族